日本跟台湾 過去李登輝前總統講說是 命運共同體 那我們現在講戰爭 就講說是和平共同體 如果台灣不和平發生問題 日本有問題 日本發生問題 我們也一定有問題 但是我們不能講說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樣好像是台灣會拖累他們 所以我都是講說 不一定隨心有事 像去年那個 中共的這個演習啊 飛彈打到日本的經濟海域的邊緣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在中國解放軍的眼中 日本是當事人 他不是第三者 因為他有美金基地 所以他如果要打台灣之前先打日本也有可能 要防止美國來支援嘛 所以日本也可能先有事 所以這個觀念也是讓他們知道 如果日本有事 我們也可以接受他們來難民 我們也可以協助他 因為這一次剛好講到說 我們就是因為台灣人真的對日本 就台日關係很有感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大使為了台日關係其實智力非常的神 然後也到現在也七年的時間了 然後想要請大使跟我們聊聊說 你自己到現在 你覺得最有感的一件事情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以及你覺得最艱辛的是什麼 因為外交就是政府間的交涉 能來達到自己國家的利益 所以沒有邦交本來外交就相當困難 我們台灣的駐外單位其實都很困難 在沒有邦交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一些城市外交 議員外交來輔助這樣子 那一兩件就是說最後成就的 我想如果講兩件 那就是第一個當然 2021年那個疫苗可以送到台灣 就是在台灣 我們人民最困難的時候 社會那時候有一點混亂不安 最需要的時候我們駐外人員 可以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感到很安慰 另外一件就是說像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過去登記 我來的時候都登記為馬記狀 它說三十年都是登記個人 也不只這個地方 它說五個辦事處 領事館 橫濱 湖岡 還有大阪 也都是 但是我們後來排除萬難 現在都登記過來 這不是價值的問題 價值當然有一百多億日幣啦 但不是價值的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納稅前的財產 因為拖久了這個 有很多問題 時效的問題 各種問題都會有 所以這兩個應該是 剛剛有提到最艱辛的部分 是因為其實沒有邦交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很難去推動這些 對 沒有邦交 那你政府今天要來往 就很困難嘛 第二個當然你說還有什麼困難 就是我們國內自己要很團結 如果國內有不團結 有時候這個節奏就跟不上 因為沒有邦交嘛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說 現在要加入這個CPTPP嘛 那CPTPP當然在日本做主席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主席國嘛 日本做主席的時候是 坦白講是最有著力點啦 但是那時候我們這個CPTPP要求這個 自由貿易非常高的標準 但是我們台灣就禁止東北石兵進口嘛 所以日本就沒有辦法在這方面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就通過公民投票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公民投票通過了 我們要遵守兩年 所以日本主席國的地位下台啦 當然他現在還有影響力 但是就不是很方便 這時候我們又急著找日本協助我們 其實就是四倍功半 所以這個就是國內有很多事情 我們剛好要一次 了解 因為像現在其實國內大部分很多的民眾嘛 如果不先撇除所謂的不同的政党 很多的民眾其實對台日的關係 大家都很熟知一句話 就是前首相安倍晉三所說的 台灣有失日本有失這句話 大家都覺得非常感動 那大家也覺得您是非常最知日啊 最大咖的這個外交的大使 那你還會下鄉 頻繁的下鄉到民間去 那還有您有一個叫做所謂的和平共同體 對 你有把它深入到民間去嗎 以及想要請教大學的這個外交戰略 以及這個思維到底是什麼 對當然我們也沒有幫交嘛 而我們就是穩定這個草根 民間的支持很重要 就民間非常支持 但是日本政府的政策變動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們變成要很注意這地方 我剛才講的這種自治體 城市外交或是議會外交都很重要 那我們當然到真的到下鄉去 我們外交人員我們會很小心 不會一下子講政治的話題 我們還是講地方特色文化的交流 學順的交流 但是呢這個和平這個是大家共同的語言 講和平不會很敏感 像我上禮拜去佐渡 有一個文化活動 那我在致詞的時候我就講說 臺灣跟日本是很相近的一個鄰國 鄰國要和平 要互相幫助 而不是吵架打飛彈這樣子 下面就掌聲你知道嗎 這很難得的 一般日本比較保守 然後就掌聲 表示說這個和平喔 我們就講說 日本跟臺灣 過去李登輝前總統講說是 命運共同體啦 那我們現在講戰爭呢 就講說是和平共同體 如果臺灣不和平發生問題 日本有問題 日本發生問題 我們也一定有問題 但是我們不能講說 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這樣好像是 臺灣會拖累他們喔 所以我都是講說 不一定隨先有事 像去年那個 中共的這個演習啊 飛彈 打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的邊緣喔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在中國解放軍的演中 日本是當事人 他不是第三者 因為他有美金基地 所以他如果要打臺灣 之前先打日本也有可能 要防止美國來支援嘛 所以日本也可能先有事 所以這個觀念喔 也是讓他們知道 如果日本有事 我們也可以接受他們來難民 我們也可以協助他 還想跟大師問 剛好提到中國的部分 因為中國真的是打壓 無所不在 您自己應該也遇到 很多類似的狀況對不對 因為中國喔 他們的外交人員啊 其實大家都很不安啊 你看像連秦剛 現在最近 他地位那麼高 就一下子就消失 被這個拔掉這個職位嘛 所以他們的外交人員喔 是充滿不安 所以他們 政治正確就是抗議 打壓臺灣 這一點絕對對的嘛 所以稍微有一點他們就打壓 那打壓當然他們是對日本 他不敢對我們嘛 他不會來我們這裡抗議啊 抗議日本 日本喔 通常也不會講啦 會稍微暗示一下 也不會講 但是呢 有時候也會稍微提一下說 喔這個很敏感喔 那譬如說我們 去年嘛 前年 那個在神路 召開就是我在推動的這種 議員高峰會 就友台議員的高峰會 結果有一個神田議員喔 他算是幹事長啦 他就被打壓 有大班的領事館 他們有總領事館 就施壓他說 不要再神路舉辦 或是說不要擔任這個重要職務這樣 結果他就把他公開了 公開以後反而人更多 這個來的非常多 三四百個人 所以說 像這個就是 他公開出來 我們才知道說 有這樣的打壓 那通常要去台灣 或是說 他們有時候都會施壓啦 他們有時候搞錯 他們也把日本當作他們管轄一樣 所以你不能去台灣 或是你們要怎麼樣 他們感覺這個 所謂的戰狼外交 應該是到哪都一樣 不管這哪一度 對 他們就是說 霸道啦 所以日本 像美國也常講嘛 我們不需要你中國來指導 我誰可以做朋友 誰不能做朋友咧 我們美國的議員可以這樣這樣 但日本也是這樣 地方政府喔 日本是這樣 經濟界其實他們 比較輕重啦 因為他們畢竟喔 這個很大的這種貿易的金額跟中國 跟中國 所以 經濟界 那個地方政府也有這個顧慮嘛 但是 現在除了一兩個縣 像長崎縣 長崎縣 比較明顯 因為他有總領事館在那裡 所以 他們就 比較顧慮 那其他現在其實都 跟我們都很好 那也是 有大使在持續的推動這個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個議員高峰會的 對對對 那當時其實大家去 你說 讓更多人更踴躍的來參加 對 所以可不可以從這個來解讀說 其實 更多人看到中國的打壓 反而是覺得說 欸 莫名其妙欸 反而更願意站出來 就像說 台灣被打壓 現在拜訪台灣的 歐洲的議員更多嘛 好像 變成一個好漢坡一樣 不到台灣就好像是怕 怕共產黨這樣 所以就變成這樣 在那邊打壓很多人 要表現說 我不怕 所以他們反而來了 所以我們反而得到很多朋友 而且我們很多 我們其實我們 做很多事情 我們也會為日本朋友想 我們不想造成他的困擾 所以我們有公開的事情 我們都會是 在道理上 或是說這種 人情上 絕對站得住的 像我們現在公開的 大部分都是什麼 WHO嘛 那WHO這個是健康嘛 所以他每次抗議 每次打壓 這個 基神民眾 就反感 所以日本的 有47個都道府院 有90% 就是43個 他們的議會通過 支持台灣 加入這個 WHO 也就是說 這種東西 我們就公開 讓他去打壓這樣 讓他打壓 他們打壓我們知道 打壓一次 他們就會 反感一次 所以 在日本對中國的好感度 惡感的 負面力 去調查 那個 叫民間調查社的調查 大概有八十幾% 八十九% 是負面 是負面印象的 這個是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高 也是因為他們這些行為吧 對 對 但是他們其實也知道 他們也知道 但是他們為了官位 這個優先 所以他們要政治正確 明知道這個 講不過去 他們要抗議 要怎麼樣 但是呢 外面形象是一回事 形象是國家的 地位是自己的 保官位 對對對 可是因為 剛剛講到說 就是台日的關係 在像蔡總統這幾年 那種地方 然後其實大家 這幾年的努力之下 其實非常的 進展很多 可是像是現在 尤其到了選舉 之前 很多國內在操作 所謂的疑日論 當然也有一些 疑美論 疑日論 當然也有這個疑日論 那戰爭牌 也極可能被高度的運用 大家都知道 對對對 那那一步來裂解 這樣子也會不會影響到說 友好國家對台灣的印象 以及說 對此 你覺得民事怎麼來分析 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要 仔細的說明 因為在韓國也有 在日本本土也有 就是疑日論 疑美論 比如在韓國 他們就說 美國去佈置 這個 薩德飛彈 就是要引右北韓來打 然後他們再去消滅北韓 犧牲韓國 就是這樣 這種民族的情緒 被日本也有這樣的 也有分化 那這個基本上是 就是共產黨 就是拉攏次要的人 打擊這個 主要的人 他們就是說 現在美國是主要的人 他們就是分化美國跟日本 現在台灣是主要的人 他們就分化台灣跟日本 希望台灣孤立 大家都不要來救這樣子 那基本上 這些分化 在台灣 我不曉得有多大效果 在日本當然 有時候它分化 不為所動 但是有時候 我們台灣的表現 日本也是會 誤判 像這兩天 我看好像有一個 民意代表 齊榮的 說 這個我們可以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救 救基隆 這個東西其實害死基隆 因為這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時候他會誤判 先從基隆 登陸最好 因為 有人歡迎嘛 對不對 而且民意代表歡迎 所以這個是 會誤判 日本也會誤判 美國也會誤判 說你們 台灣如果這個是代表 相當多的民意 那這個我們幫忙 你們 我們 子弟要去幫忙 你們 不許生命 你們 你們自己說 要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也會誤判 所以這個 台灣的團結 還是非常重要 這個 尤其是 民意代表 這個 要很謹慎 要代表民意 可是因為像現在 不管是在國會也好 那就是會有很多的 大家都在操作說 現在就是 台海很危險 要打仗 你覺得這些言論 都有可能像您講的 造成其他的國家 有這樣誤判的情形 其他國家 對台海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 當然做對壞打算 所以他們 如果台灣認為 會打仗 他們倒不會意外 他們倒不會意外 但是你說 台灣說 要跟中共和啦 或是說接受啦 歡迎 有一部分就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他們會誤判 而且他們也會覺得說 很多軍事機密跟你共同演習 會不會 恍惚惚惚惚 跑到中國那邊 他們也會怕 所以這一種 戰爭喔 其實 民進黨 執政他們 都一直講說 會戰爭嘛 事實上 陳隨便做 有沒有戰爭嘛 蔡英文做 也沒有戰爭嘛 對不對 蠻英文做 也沒有戰爭 其實都一樣啦 戰爭 不是靠說 誰做 而是他們 要評估 打得贏 還是打不贏 台灣是不是 內部 分化到一個程度 那個 最少的成本 可以拿下台灣 才是他們的首選嘛 如果說他們現在要打 美國現在武器攻 台灣 一再加強 反而就不會戰爭啦 所以 這個戰爭 不是說 這樣子 哪一黨做 他就會戰爭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簡單話啦 戰爭是要評估 就是 中國內部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還有國際的力量 那從去年到今天 就是那個 訪台到今天 其實中國的經濟是比較弱 國際是對他比較 更不利 反而台灣是 有增強 所以這樣講起來啊 其實去年沒有打 去年就沒有打的理由啦 以後就沒有打理由 就是 因為 戰爭是要打贏 要保住 也是他們也是保住政權 不是說 要發洩情緒 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 這樣子還是回到說 您覺得說 台灣只要夠強 台灣夠團結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其實就有保家會國難力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敢打 對 其實中國最第一優先 就是台灣內部分化 分裂 很省 甚至有人說 歡迎你來 歡迎你來 迎王師 就這樣都在那裡 他們就是這樣 好像 比馬拉松更快 就可以 從基隆上路到台中這樣 還是不用打 直接來 對對對 那個才是他的第一優先 當然 這個戰爭有很多的因素 國際 我們當然要小心 所以要做做準備 不能說台灣做準備 就是說我們在挑釁 這變成會被打的一個理由 這是 這是沒有 這是倒果為因 因為現在就是這個 台海的安全啊 大家其實都非常關注 所以這個日華議員 肯談會事務局長幕員 他在日本戰略研究論壇 台海危機 兵棋推演 終究提到 因為七月剛落幕 那當時他說 日美台要制定安保對話機制 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個人也曾經主張說 美日台應該要進行聯合的演習 那請問呢 您覺得就目前的國際情勢來說 推動三方安保對話 甚至是演習 是不是成熟的時機 那您覺得應該要如何的來推動 需要當然是一定要的啦 你說要聯合作戰 沒有演習怎麼作戰呢 要聯絡誰 怎麼聯絡 這個是有問題 但是台灣因為特殊的問題 也是顧忌中共 也是顧忌中共 國際啦 國際社會 所以 我們正式的軍事演習是沒有 那兵推啦 這一些 其實他們都有在做嘛 那有時候當然 日本的軍推 我們最近也有派人來 但是我們不是軍方來 就這樣 降低那個敏感性 那 這個是有必要 另外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演習就是說 先從 大家 我剛才講的 就是人道的先做 我們用海難的救助 海上的 用船舶的 碰撞啊 難民啊 這個先合作 要怎麼聯絡 打什麼電話 熱線是什麼 這樣先來做 這個大家都沒有問題嘛 從這個做 才慢慢 將來 可以擴大啦 我們希望可以擴大到 就安全戰略的層次 因為像我們剛剛去訪那個 山口經議員 他有提到說就是 他覺得台日現在的關係 是非常緊密 不可分割的朋友 就是他認為是真朋友 您自己在現在 這麼多年來 有感受到民間 對台灣的支持 是越來越多的 就是這幾年 這樣子走下來還是 就是說民間對台灣 我們互相啦 我們台灣 其實對日本也是 相當友好 大概六七十八的 友好都沒有問題 那年輕了 因為年輕如果不友好 也是沒有未來嘛 所以我們這個 畢業旅行 修業 日本叫修業旅行 像我們隔壁這個 神奈川縣 他2019年 90%的修業旅行 是在台灣 學生 他以前這個 畢業旅行的第一優先 是夏威夷 大概在六年前以前 現在都是台灣 這個是讓我們覺得很高興 而且我們現在總統也鼓勵 說這種外國留學生來台灣留學 日本來 像最近我們台灣安倍自由會 之類的團體 也有提供這個青年獎學金 這個也是 對日本來講 很好 像日本現在多元嘛 他們有時候到台灣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這個民間的穩固 我們這個地方的交流 我非常重視 我剛才講的這個是城市交流 那我來的時候是有六十一個 就是過去四十年 四五十年 有六十一個城市 跟日本有這種友好 姐妹市 姐妹市或是友好城市的協定 但現在已經有164個了 大概我來 上個月 就我來已經 在我的手中就有一百個以上 那第一百個是山口縣跟台南市 這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就是說 這一種城市外交 這個地方城市的交流 非常重要 另外還有這種議員 剛才講的議員交流 最近還有叫做首長共榮 就是頂 落實到那一種里 我們講里長他們叫頂 頂長村長 他們叫首長連儀會 叫Kubijo 就是首長的連儀會 現在有一兩百個加入 一百五十個左右 兩邊雙方都會有一些 沒有他們這個沒有跟 還沒有跟台灣交流 就是他們就是友台 定名說友台的首長出面 就一百多個 這非常多 是有這樣子的號召 就是有一個大連儀會 那他們有是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有榮發起嘛 那去年 去年的 去年那個 大會成立的時候 那個前首相 菅義偉 他有出息 所以讓我們覺得說 這非常好 這個在外國都沒有 所以我在這裡 駐日本的外國大使 公司出外代表 遇到 常常會問我說 你們怎麼沒有邦交 但是會這麼多活動 這麼多交流 對啊 因為其實就是在台灣 但也看到常常看到說 怎麼又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對 這也有好 像我們最近 這個我們美術館 就是我們 那個三本替二郎 就是我們過去有一個 流日第一代的雕刻廂 叫黃土水 他雕刻的這個三本替二郎的銅像 是在佐渡島的一個深野公園 後來我去看說 這個 看那個歷史 好像過去是在台糖的 說這個是不是 而且這個是 台糖的員工出錢 請雕刻家去雕這個三本替二郎 三本替二郎 替二郎是台糖的創始人 台糖智堂會社的創始人 所以我們就交涉 後來交涉 後來就拿陳其邁市長的信 來跟他交涉說 我們期待說這個可以放到台糖去 結果我們上禮拜去 我們已經送回去了 但上禮拜我們就跟他感謝 我們就copy copy還給他 就是copy 給他們做鄉土教學紀念用 放在深野公園 那個珍漆其實我們就拿回去了 像這個 他們是要問市民的意見 問議會的意見 不容易 你在台灣有沒有可能這樣 不可能 不可能 對 我是覺得我們民間的這種 友好有相當的程度 因為大家都說台灣人很愛到日本旅遊 但是這樣子台灣旅遊的 日本人本來喔 這日本的旅遊跟台灣的旅遊 當然有一個 有一個 露差啦 就是說有一個 人數有個差 全世界都一樣 你韓國 來日本的 跟日本去韓國的 中國 更多 還有美國 其實 日本人就比較不在出國 因為他們過去的歷史喔 他們就叫翻嘛 翻證嘛 所以他們認為 我這一翻去哪一翻 就是出國啦 他們也要關卡 要關卡 他們有關卡 譬如說你 你就長州翻 長州翻你要到 這個 屠左翻 對不對 那就是四國到三口線嘛 但在他們講也有關卡 那你東京 就江戶喔 你要去 東北 你在福島的白河也有關卡 所以他們對他們來講 就好像出國了 有出國到了 就比較 對於我們那天 我們也有播到這一則新聞 然後就說喔 其實日本人在 尤其是疫情之後 已經複輸了 但是日本好像 真的沒有這麼愛出國 那個數量統計 他們持有護照的 只有差不多20%左右 這麼少 我們台灣有85% 所以他們也很難想像 所以我們現在就 就是飛機很麻煩 我們來的都客滿 但是要回去 都是剩下兩層 回程 航空都是發不來 所以我們都鼓勵他說 至少要三層三層 三層三層五 還勉強油錢 還有啦 不要虧到 對對對 不過來這一趟是大轉 是黃金路線 剛剛來真的是大灣 對對對 但是 東京沒有問題啦 我是說那一種二線城市 二線城市 台灣來也是來喔 很多來 但是現在要回去喔 因為台灣來的客人喔 就到別的地方去玩了嘛 他比如說他從富山去 他就去石川縣 到新系縣去了嘛 現在要回去沒有人 要靠日本人 多多去台灣 對對 各種鼓勵 日本政府也在鼓勵啦 有獎勵 第一次 請護照的也有補助 是補助出國還是補助 護照 就是 申請護照的費用嘛 有補助 還有 台灣是補助客人來啦 對對對 台灣也有補助 然後很多的擺設都蠻特別的 有沒有哪一件可能你 就是喜歡 或是可以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有日本的東西是嗎 就是這邊的擺設也可以 或者是 您覺得哪邊 因為我們想說 有一點比較輕鬆的畫面啦 外面那個 表居側那個石頭的杯子 外面比較有啦 我們這邊比較 那一個可以拿 來啦 這 我們 我們 我們用走動 大學我們可以 等一下去走動好了 對對對 因為這些我們還是沒有什麼 這是真的花 真的花 這個就是 富山縣 有個叫利波寺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 一金香 有一個 一金香祭 就是 今年五月我去 他們送這個 很漂亮 這一金香很漂亮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因為造型 你現在很多很多 日本的活動啊 然後你也辦了 就是我們這邊也辦了 非常多的活動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是 也是很有特色的活動 他們這個 我們那個 士林官邸 的 一金香 也是從這個 有一部分 一大部分 好像有一部分 荷蘭 一大部分是他們去的 所以他們有定期 都有去那裡 攻擊這 一金香 我們剛來的時候 你們剛剛在檢查上看到 那個 最近是花火節嗎 最近是花火節嗎 花火節 煙火節啦 這禮拜六 這禮拜六 雨天川 花火節 有看到很多廣告 這禮拜六是 雨天川 雨天川嗎 夏天花火節很多啦 東北 像東北 我也要去 我要去 大區 秋田縣 雨天川你們可以去 這次附近嗎 我們還沒查 我們剛剛 來了之後就 這禮拜六在附近 因為禮拜六我們 我要參加我們的那個 代代木公園的那個 台灣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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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會議很多齁 活動很多 活動很多 那台灣祭主要是 滑橋 就是台橋辦的 所以我們要去 砰中就對了 一定要的 一定要 好 好 OK OK 大潛約我們 訪問差不多 這樣子 OK 謝謝你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你 來來來看一下 謝謝你 今天晚上 我們應該是等一下 我們就會去直播新聞 然後希望晚上就可以播出 喔 這麼快 對 希望晚上就可以播出 因為我們這一週就是 做一系列不少 就是不少台日相關的 然後像 剛剛你講到那個 棒球交流 我們本來有一條 也想要做這個棒球 然後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中間剛好卡到一個颱風 對 今天正好 對 還好我們飛來的時候 OK 沒有問題 不然我們很怕 班機延誤 對 我看好像 南部的受影響比較大 南部影響比較多 那部就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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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